这种故障现象您见过吗 只要这个设备一开 那个办公楼 那里的电脑就黑屏 这种故障现象一个星期了 还没找到原因 这个设备我也头一次见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工作其他设备都运行不了 他们工人说只要这一台设备一开 其他的设备都受影响 程序会乱 另外一开这个设备还会出现其他的现象 看这个设备通 另外我用电笔测量设备的外壳 在焊接的时候 它有一个15V的电压 为什么在焊接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电压呢 那这台设备的电路和其他设备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一个柜子 这么两个电压器 呀哈 不是我们刚换的这个线 这个线 那一个柜子这么两点 都能软出 每一个柜子一两点 高频 中频 中频 是中频是吧 中频的 中频柜如果有路电的话 很干扰的 其他设备都运行不了 现在现在只能怀疑是漏电 但是你现在不都拉漏 对 你这个一还卡着打过 一个带两个柜 一个带两个变埃器 一个带两个变埃器 它这套service四个中频控制柜 每个控制柜带两个负载 带两个变埃器 像这种中频柜 你即使怀疑它漏电 那哪个地方漏电呢 那即便不是漏电 那是干扰 那怎么能消除这种干扰呢 他没有说加电抗 加什么东西的 但是 我觉得有可能是漏电 有一点懵 不知道如何下手 听现场的师傅 一遍一遍地讲 我还是很懵 四个字来形容 束手无策 您猜我心里现在在想什么 就是开始有一些 打退堂鼓的想法 走吧 干不了 修不了 这东西没见过 我就这样傻不愣地 站了十几分钟 他们都是我的粉丝 都觉得我能给他们解决问题 可是我不懂啊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既然我用电笔 测出了设备的外壳带电 那就查一下 为什么会带这个电吧 既然在焊接的时候 有15伏的电 其他时候没有 那跟焊接还是有关系的 那就先捋一下 这些电缆线都是从中平柜过来的 然后后面连的是变压器 看一下变压器是什么东西 这四个就是变压器 那边还有四个 这些线都是换了新的 都才换的 这边的四个就是负极 下面有两个铜块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咱就说大概的原理知道了 下一步该怎么检修呢 该测哪呢 我感觉唯一能测的就是这个变压器 用指针表测一下漏不漏电 那就测一下这八个变压器 看是不是有漏电的 用弯音表达到层死开档来测量 一个表比测设备外壳 另一只表比分别测量变压器上面的接线柱 第一个变压器 表征没有摆动 第二个表征摆了 一摆到头 一摆到头啊 漏电 第三个 没问题 没问题 后边的没问题 他们是一队嘛 这个跟那个是一队 这边跟那个是一队 一队过了一个两个线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那下面就拆线呗 把线拆了以后再测量 这样就是单独测量变压器 表征还是一摆到头 可以确定这个变压器是漏电的 和它对应的负极 看一下这个变压器端子也拆下来了 上面什么样 就这种端子 拆下来了 说实话 这些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 测量这边的变压器 都很好 都没问题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要换掉这个变压器吗 反正我觉得这个变压器的嫌疑最大 那就说换就换 去它的背接库看一下 应该有新的变压器 那就先测一下这个新的怎么样 两个外科一样 好 好 新的对外科它就是不同 一那个它就是通的 按键量这一样 我们倒 换下 我给它聊 这个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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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摆了 把这个换上吗 我就把这个换上 工人师傅把旧的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再拆一遍 还是一摆到头 那这样是不是就确证了呢 还不一定 把新的换上以后再说 两个师傅把新的装上 根据我以前的维修经历 从原理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变频电和中频 高频 这些电都不是正常的公频电 它一旦对设备外科漏电 对大地漏电 它都会对周围的电器造成影响 包括电脑 包括其他的运行 设备 程序 都会造成影响 新的变氧器换上以后 测量是没问题的 那这样就好了吗 那还得开机试一下 电臂显示零伏 零伏 还有就是这几天 在焊接的时候 墙壁上这个LED灯 它自己会亮 就是你不开灯 它自己就会亮一下 现在运行 一切都正常了 电脑也不黑屏了 灯也不散了 老板也可以加快生产了 这样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 感谢工人师傅的协助 也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来到工具街坑县 一个美女大老板早的 一米八大床腿 长的那是 碧月秀花 陈雨落叶 花家花开 人呢 你会过来接我呀 一米八大床腿呢 陈雨落叶 碧月秀花呢 我容了 我给你 我给你 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来到现场就开干 穿电缆线 怎么穿电缆线我也很少见 咱们一起看一看 这是先穿绳 把绳带过去 下面就开始放电缆线 用这个东西 把电缆线拉过来 好 开始了 开始我按了 好 我发 我发 你先不要把我的布都干一下 没事 没有啊 看不到 看错 没颜色就看不到 是吗 可以 你 那从这里下什么 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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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停了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画上去 这就是我们工地塔要的那个扣子 电缆从这里进入地下管道 从这个电缆井可以看到这个电缆 在地下在走 在管道中走 这就是女电工夏天 年龄不大 老工地了 你看走路那个姿势 动作优雅 潇潇洒洒 来到了下一个电缆井 过了四个弯 四个 那你靠哪点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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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出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像舌一样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没事没事没事不要急 摇一过去就好了 这人怎么拉得到 要不要怕 在外面拉了 而电缆的这一头是靠拖拉机来拖拽的 然后这个电缆线再从电缆井的管道 进入配电室 这个都靠人工往里拉 电缆 电缆串完了 给压线头了 人呐 人在这儿 我看他们穿电缆 你说还是我扒那个边上扒了好几八分 电缆这一头要压到地压柜 压挺好 这个是20的 20的 然后这个是95的 这活干的真不错 巧了 这有一个干湿变压器 平时很少见 来近距离看一下这种干湿变压器 红色的就是变压器 这是高压进线 进入变压器变成低压 变压器工作的时候温度很高 它怎么散热呢 下面这几个是小风扇 它是靠这几个小风扇往上吹风给它散热的 这些我也不常见 我是干低压的 这是高压的活 咱们看一下 这是了解一下 高压变成低压 低压输出这一块 你看 低压侧三项火线牌加个零牌 并在了一起 然后输出给低压柜 这个我是头一次见 我这是少见多怪 大家莫笑我 这一铜牌并在一起 它不短路吗 它有个绝缘成 能摸出来 它有个绝缘成 各位见笑了 我是头一次见 看完变压器 再看这一堆 让你眼前一亮 看一下夏天的反应 眼睛像雷达一样 里面有很多天哪 什么事在这 啊 啊 天哪 哎呀 刚才那个笑声有点像 白鬼斤撞到 白鬼斤撞到了唐生 太长腰弹 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进来的时候90斤 出去的时候180斤 那正常 那正常 都是开玩笑 开玩笑 夏天他们从来不往外拿电缆 这属于盗窃行为 是要入行的 但是我看评论局 网友们都说 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工 应该知道同的价格 和同的重量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前面都是开玩笑 废话连篇 真正的干活 才刚刚开始 给每一台柜子压电缆 属于我们的夏天 开始了 好的 请在简直到 最后砍 全部洗去 第一位 才 LM 好的 我 好 好 好 咋啦 砸了个刺 哎呦 这得算工伤啊 得赶紧包扎 好了 说真的 工地干活真的累 干工地的师傅了不起